慢慢他們所講的說話 什麼六四頭城 完全是誇大 完全是騙人的 這麼沒有誠信 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怎麼會再迷你騙 怎麼會再愚蠢再來哪裡 聽你說的胡亂言語 所以 我們繼續去 兩六四晚會 你們支聯會搞 我們一樣搞 我們直至到支聯會解釋 我們就不會搞了 如果六四運動比起成功的話 我相信 國際上 最早的顏色發生在中國 而不是發生在東京 對 現在不是很像 跟你說話 好 怎麼搞的 不用怕 好啊 我們作為普通市民 對六四的理解 現在已經非常清楚 現在我們作為馬洪炮 又可不可以 因為六四運動的背後 完完全全是西方的白華勢力 不要怕 不要怕 你自己一個幾十年 再清楚不過 現在就是西方 西方的反華勢力 利用一切 因為西方的反華勢力 他們只有一個目的 就肩服 顛覆他們 顛覆他們 就是對他們 美國 對西方國家 他認為不義的 對他們不利的 那些政府 那些社會 他就要顛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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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川普 其實他自己都說得很清楚 他現在來入 他都不想再花些不潮 去支持這些這樣的勢力 是吧 所以他都說得很清楚 我覺得更直立些 六四那一集 天方門 那個鎮壓 壓抑那個鎮壓 我以為非常判斷的是 是 幫助 我是站在一個 完全是一個 市民的角度來看 如果那天不是 那些政府都守衛生人 是 第一個橙 那個橙色革命 那個西方的橙色革命 第一個成功的來勢 就是中國 好 好 說得好